画了啊 我这个山啊 就先这样 诶 刚 你惨了 玩了芭比丘了 家人们有一小子 过不小心锁平了 后面露屏都没露上 虽然但是我们又找他 哺哺了一片 可能给的时间有些久了 画了啥 也不太记得了 两次画的内容 多少都有些不太一样 咋都没看吧 又一说一忍真错话 也化成真迷亨甩 先画个小麦布 画个公交站台 好 然后 我家大能穿搭 他经常会叫大家去打麻样 他就必须跟张小刚老师 别套训我面 不然吵到 学在中间 他是一个打工人 他需要去任何地方 他都要进 山头小伙子们 不是大伙子 大伙子们 伙子们 我们在上面可能还会分一些小区域 最吵的在最上面 不要吵到下面的人 因为我们的作息时间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小麦布很远 因为怕吵到小刚老师 为什么我选择山上 因为是我来画吗 在山上方便看着出根之列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吵到别人 因为我们上次探讨了一下 发现我们这群伙子 有段是蛮容易让邻里民居投诉 举报 太吵了 我们太吵了 就放在上面了 许天琪放中间就是因为他去哪都方便 客人们其实 这好吧 中间 客人来了 右边 垂垂家打麻将皮 想吃东西 想喝东西 左边 少刚小卖部 刚开的小卖部 买 想了解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许天琪接待一下 家里面什么东西坏了呀 趋天琪来修一修 下水道啊 疏通这些 然后离我们为什么那么远 也是怕吵到客人